好 我們再來要關注是在高雄 是有六位分局執行入檢勤務 結果有一名江信的駕駛 他加速衝撞 攔檢點之後跑翼 警方尾翠要抓人 剛剛好就看見這名江信男子 他從草叢中跑得出來 立刻是上前逮住他 原來當下是因為愛犬受到驚嚇 他跑走 想要尋找 剛好被眼尖的遠景發現了 而這名江信男子 他的走測值是高達0.72 而且已經是第三次救假被逮了 晚間七點多 六位分局園警 在新發大橋前執行入檢勤務 一輛車在靠近之前突然加速 猛踩油門離去 警方隨即 開車尾隨 來到了一處名宅附近 四處要來尋找落跑車主的蹤影 這時突然看到草叢旁 有人跑過來 園警上前詢問 大哥 你干不看見一個人跑過來 你住這邊的嗎 你住車主 這男子神情慌張 園警察覺有意立刻追了上去 他果然就是那位巨檢落跑的車主 你的車嘛 來 來 吹一下 原來這名江信男子逃逸後躲進草叢 由於他的愛犬當時受到驚嚇 四處竄跑 為了呼喚狗狗跑了出來 因此被眼尖遠景發現 好 往 直到遠景要對他事宜久策 都還在不斷喊著狗狗的名字 躲進他人家門前草叢 警方疾警將江信男子揪出 聞到江信男子身上傳染人厚酒味 對其酒測 酒測值 近達0.72毫克每公升 這名江信男子 酒測值高達0.72 誇張的是十年內已經酒駕三次 駕照也早已遭到註銷 愛狗的他 這次為了找尋被嚇跑的愛犬 被遠景帶個正著 記者懷孔邱建勋 高雄報導